還是先試試看 因為還是主要你要動手 因為沒有動手 複製貼上其實沒什麼意義 你最終還是要自己會寫 想一下該怎麼寫 像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我今天需要什麼 1乘1空一格 1乘2一直到1乘9 那這個是橫向 橫向的一列 換2 一直到9 所以這部分的話當然需要兩個回圈 一個是橫向的 先決定它是哪一列 那橫向的話決定它哪一欄 所以這邊的話總共會有1到9 1到9 那輸出的時候中間要加空白 程式該如何撰寫 這個我想應該也是一個基本題 其實這個我幾乎任何教程式 都會要同學去做 像前面講你用那個 PHP C-shark 那個VB VBA 或者是其他的Java 其實都用得出來 只是說那個你怎麼去控制 這個回圈的跑的方向 所以首先第一個 當然也是要先建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就是99層發表 第二個的話就是程式 程式我想寫法 跟前面的那個我想 某部分應該是相似的 反正第一個不外乎就是先建一個JS11 所以特別重要這個名稱ID是11 當你BIDE它的時候 要做什麼 裡面的話當然我們會需要 撰寫一個方選 這個方選的話基本上會有兩個 兩個變數I跟J 那我的習慣是用I來當成是哪一列 橫向的 J的話是哪一欄 所以會有兩個一個I跟J 那再來有一個MSG 指的是Message 就是我將來要輸出的東西 那我跑第一個回圈是for I等於1 好 初始值 第二個 什麼時候會進到回圈 當它小於等於9的時候 所以1123一直到9 都會進入到回圈 佈進方式 ++ 應該這沒問題吧 前面有做過蠻多的 然後呢 後面加個大瓜糊 這個大瓜糊 配的是下面這個大瓜糊 所以位置 記得啊 我習慣還是要縮排一下 你不要那個 記得還是要養成好習慣 因為很多同學習慣不好 全部都沒有縮排 光自己除錯 就是個麻煩吧 像我剛剛看程式 我都覺得我看得很頭很暈啊 所以一定要記得 縮排 該縮排的地方一定要縮排 這個寫作習慣 無論寫哪一種程式都一樣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 十一這邊 OK 那 那個for i的部分呢 跟for j的部分 基本上同質性很高 只是把j i改成j 所以你當然 你偷懶一下 把這個複字貼上 改一下 i改成j 都一樣 下面記得也是個大瓜糊 那中間這個地方 主要是做什麼呢 把那個我們顯示的東西 給串接起來 那怎麼串呢 特別注意喔 它一定會先 比如說for i的話 i等於1 j的話呢 會先進 所以j的話呢 也會從1開始 所以呢 我們message 預設值 假如說是沒有東西 空的嘛 記得喔 這個也要給他一個初始值喔 如果沒有給他初始值 他會 會先秀一個undefined 就是他找不到東西 然後呢 我們先初始值等於沒有 那沒有加上i 就是1 中間加一個乘號 乘號 我用那個星號來代替 再加上1 OK 所以他基本上 會幫你執行 1乘1 後面加一個空白 有沒有 串接一個空白 1乘1 空白 然後呢 串完之後 丟給message 所以這個後面的話 串完之後 就變成1乘1 所以這邊是1 星號 1 然後一個空白 丟到msg裡面 那到這邊 又回來了 這個時候呢 j等於多少 j又加1了嘛 加加對不對 所以j等於2了 所以再來後面的話 就是 1乘 因為j是2了 有沒有 再串一個空白 依時類推 1的部分呢 等到j全部跑到9 就是到1乘 有沒有 9 會多一個空白啦 OK 不過這個空白 應該無傷大雅 反正看不到吧 不過理論上當然最後一個 你是要最邏輯判斷 如果是他 j如果是等於9 後面不要空白 不過我覺得 沒寫好像也沒影響 寫了變多一些東西 那就乾脆不寫 好 NAS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必須要換行 那換行特別注意 無論是java 無論是java 都一樣 這個是反斜線N 跳脫字圓 意思就是說 我要在最後面呢 加一個換行符號 所以他會幫我怎麼樣 換到這邊來 那這個時候呢 又回來了 i等於多少 i等於2了 所以2 欸 j等於多少 j又從1開始了 所以2乘上1空白 一直到2乘上9 有沒有 空白 然後再加一個換行 一直直到 i等於9的時候 會再9 9會再進來 乘上1 然後一直跑 再來的話呢 回去了 他發現了 已經變10了 那10怎麼樣 就跳旅了 結束了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這個是我想基本的概念 因為回去 我發現 之前我好像講得很快 可是很多同學好像搞不清楚 是寫不出來 其實應該沒有那麼複雜 這個東西無論你寫什麼程式 這都是最基本的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說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就是按一下它 希望跳出這樣的東西 如此而已 OK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當然後面其實會有個相成的結果 只是因為這個align放不下 太多了 會折行 所以我就把後面相成的結果 先省略 如果未來如果你不是輸出到alone 也許你輸出到可能 原件裡面的一個比較大的什麼 比如說一個其他原件的話 比如說label它可以放得下 那你就把它輸出到label上面 其實也OK 主要我們是要了解這個JavaScript 基本的語法 這個基本語法後面如果你 這個部分你能夠掌握 程式該怎麼跑 你將來就知道說 使用者輸入給我什麼東西 那我要怎麼跟它互動 尤其是 撰寫一些簡單的一些 一些小遊戲 或者是說你要讓它有一些功能 其實都有其必要性的 那後面當然我們還提到 如果你是local端的資料 可以用local story紀錄 或者是那個一個database 遠端的話可能要架sever 當然如果遠端的部分 其實主要當然就是共用的資料 local端的大部分都是個別資 個人你自己單機上的資料 未來其實很大量的應用 其實你會發現像Uber 或者像UberEats 其實它很多其實主要是 用app是提供一些相關服務 把資料放在遠端的資料庫 把它銜接在一起 就是一個service 所以其實這裡未來 其實有蠻多的相關應用 都可以從這部分去延伸出去 那這裡我想各位試試看 有關99層發表的部分